此前西方媒体曾经疯传中国11日可能进行新的反卫星试验,但目前看来这仍然只是一个传说。 据说这个日期是美国太空专家掐算出来的,而11号当天中美官方都没有就此发表回应。 按美国学者的逻辑是,如果中国的反卫星试验成功,将直接威胁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并将成为中美太空暗战的催化机。 尽管中国的反卫星试验没有消息,但是日前美国媒体又在炒作,谷歌在中国西北发现了神秘建筑。 美国连线杂志网站日前发布了一组拍摄于中国新疆喀什市北部的卫星照片,并拿来当作中国反卫星武器新发射场的佐折。 一名美国前中情局分析员根据这组谷歌地图的卫星图像宣称,他在中国新疆喀什附近的沙漠区域发现几处神秘的军事设施,包括一个巨大的U型建筑物。 有些建筑物达到106米长。 这名分析员曾通过卫星图片,在2008年发现伊朗地下导弹掩体,并在2011年发现中国沙漠地区中的巨型网格建筑群。 不过,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这些神秘建筑物可能只是工厂或者商业仓库。 而到目前为止,美国情报部门获得了哪些关于中国准备试验的证据也还无人知晓。 有分析认为,西方渲染中国所谓的反卫星试验是为掀起新一轮的中国太空威胁论。 美国太空专家称,这一次中国可能想要比2007年和2010年的反卫星试验走得更远。 推测,此次用的反卫星导弹可以摧毁2万公里高空的同步轨道卫星。 建造这样的系统可以保证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摧毁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的国家,包括美国军民两用的GPS系统。 美国担心,一旦中国有能力摧毁美国军事卫星,美军战斗力将面临大幅降低的威胁。 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曾动用了上百颗卫星,仅在盟军行动期间,美军就动用了70颗卫星。 这些卫星及其所支持的C4ISR系统,是美军之所以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这些能力为美军提供了战场透明度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使着具备了针对敌人的不对称优势。 假如说中国能够很顺利的按照他的计划,能够在冲突发生的时候, 很快地就能够把美国的这种所谓卫星的功能把它失效,即使失效短短的几分钟, 其实已经会让美国的这种所谓一向引以为傲的这种电子全方位的这种所谓空战的这种实力会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压缩。 有分析认为,未来的太空将成为一个战场,控制这个战场就可以决定空海陆行动的成败。 目前,中国在未来军事卫星的较量中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短。 俄罗斯军工新闻网文章称,在发生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大国相互摧毁对方的卫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但评论认为,作为与美军相比太空实力较弱的武装力量,解放军不可能在太空战中长期维持主动权。 美国大概在这个军事,就是说太空的,不管是侦测,不管是这种攻击能力或者这个运作的能力来讲, 大概都仍然领先中国可能一个世代或者半个世代以上的这种实力。 所以假如万一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时候,其实可能中国所受到的这种威胁应该是更大。 近日,美国国防大学发布了一份长篇报告,分析中国空军的作战实力、装备及技术发展。 报告称,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上将任解放军空军司令期间, 要求空军树立空天安全理念,就与解放军空天一体化作战理念直接相关。 报告认为,解放军当前正处于发展弹道导弹防御和预警所需的空天一体化的初始阶段。 中国仍在继续对其地面防空力量进行现代化,其中包括在2011年引入新型中程地空导弹。 在太空领域,中国正在增加它的太空监视、侦察、导航、气象观测及通信卫星的数量。 同时,中国正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计划到2020年建成全球性网络。 最让美国军方感到瞠目结舌的就是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在太空战场跟相关科技跟军事武器上面的非要式的这种进步。 这个让美国突然感觉到中国起码提升了一个世代以上。 可是它面临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美国在太空科技的领先, 可以讲还是领先它半个到一个的世代。 所以在这一点来讲,中国可能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需要去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